如果今年口岸真的开门,小样子回越南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个大大的蛋糕给越南的父母吃。 爸爸今年48岁,妈妈已经46岁了,从来都没有吃过蛋糕的。 小样子在越南的时候也只在电视上啊,在书上见过,没有吃过的。 来了中国,什么时候想吃都能买得到。 每次小样子吃蛋糕都会想到父母,好想给他们也尝一尝,从来没有吃过的蛋糕有多么多么的好吃。 去年也听朋友们说口岸要开门了,最终呢还是没有开。 今年也有好多朋友说在2023年1月1日口岸开门。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小样子就可以回越南看看好多亲戚朋友都很想小样子,口岸开门的话就回去。